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 耶和华这样说 天是我的宝座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宇呢? 怎样的地方才是我安息的所在呢? 耶和华说 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造的 所以他们就有了 以下这种人是我要垂顾的 就是谦卑 心灵伤痛 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 宰牛献祭又杀人 献羊纲维祭又打折狗的景象 献上宿祭又献上猪血 烧乳香做纪念祭 又称颂虚无之神 他们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 他们的心里喜悦他们那些可憎恶的事 所以我也必选择迷惑他们的事 是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身上 因为我呼唤你们 却没有人回答 我说话你们都不听 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选择我所不喜悦的事 因耶和华的话而战惊的人啊 你们要听他的话 他说 你们的兄弟就是那些憎恨你们 因我的名赶走你们的 曾说 愿耶和华得荣耀 让我们看见你们的喜乐 他们却要蒙羞 听啊 有喧嚷的声音出自城中 有声音出于殿里 这是耶和华向他的仇敌 施行报应的声音 西安没有脚痛就生产 疼痛没有临到他身上 就生了一个男孩 像以下这样的事 谁曾听过呢 像下面这些事 谁曾见过呢 一地之民 能在一天之内就产生吗 一国的人 能在衣食之间就生下来吗 但西安一脚痛 就生下了儿女 耶和华说 我既然使他临盆 又怎能不使他生产呢 你的神说 我既然使他生产 又怎能使他避胎不生呢 所有爱慕耶路撒冷的人啊 你们都要与他一同欢喜 都要因他快乐 所有为耶路撒冷哀悼的人啊 你们都要与他一同尽情欢乐 好使你们能在他那 安慰人的怀里吃奶得饱 使你们能从他丰盛的荣耀里 挤奶而吃 满心喜乐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平安达到他那里 好像江河一样 使利过的财宝达到他那里 如同仗义的河流一般 你们要损奶 你们必被抱在怀中 抚弄在膝上 人怎样受他母亲的安慰 我也怎样安慰你们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得安慰 你们看见了 就心里快乐 你们的骨头 必像嫩草一样长起来 耶和华的手 必向他的仆人显现 他必向他的仇敌发怒 看哪 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 他的战车好像旋风 他要以猛烈的怒气 施行报应 用火焰施行斥责 因为耶和华必用火和刀剑 在所有的人身上施行审判 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定很多 那些自己分别为圣 又洁净自己 进到园里 在园中一个跟一个 吃猪肉 老鼠和可赠之物 他们都必一同灭亡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意念 我要来 聚集万国万族 他们都必来看我的荣耀 我要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迹 从他们中间 差遣所有逃脱的人到列国去 就是到他师 普勒 善于拉宫的路德 土巴和亚丸 以及从未听过我的名声 从未见过我的荣耀的 遥远中海岛 他们必把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 他们要从万国中 用马 用车 用轿 用骡子 用独风陀 把你们所有的兄弟 都送到我的圣山 耶路撒冷来 做贡物献给耶和华 好像以色列人 用洁净的器皿 把贡物送到耶和华的地一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我也必从他们中间 取些人 做祭司 和做立位人 耶和华说 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 怎样在我面前留存 你们的后裔 和你们的名字 也必怎样长存 将来每逢月朔 每逢安息日 所有的人 都必来在我面前敬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要出去 观看那些 背逆我的人的尸体 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他们必成为 所有人恨恶的东西